高鐵福運初期只是提供短途線 來往深圳、廣州 並且新增往廣州東的斑驰 每日來回一共77斑斜 香港重新連接全國高鐵網絡 福運初期只是有短途線 北上有39班列車 南下有38班 包括往來西九龍到福田 深圳北和廣州南的原有三條線 途經光明城、虎門和興盛 另外新增西九龍來往廣州東的路線 會經過東莞南和東莞站 直達位於天河區的廣州市中心 但每日來回只有各6班列車 以往由香港出發 可以直達內地58個地方 但現在都未知何時可以恢復中途和長途線 暫時未有一個特定的時間表 何時再去復通 但乘客當然可以在深北 或者在廣州南的地方去轉車 如果需要再去內地其他站 長途車因為涉及途徑比較多 比較長 我們需要多一點時間 去跟相關單位聯繫 我們真的看回西九龍站的運作情況 現在沒有一個時間表 至於以往紅磡來回廣州東的城製直通車 是否已完成了歷史任務 我們現在加了一個廣州東站 我們也會去檢視高鐵在廣州東站的運作 然後也看看實際的情況需要 我們才去檢討現有的直通車服務 是否會繼續路向 港鐵就說暫時仍然未有定案 但相信搭高鐵有一地兩檢 乘客改用新線會更加方便 無線電視機就在中卓喜報道